7月21日,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凤仙寺渗路水治理与危岩体加固保护工程正式竣工,因大修大建的巨型手术衣脚手架开始拆除。 始遭于北魏孝文帝年间的龙门石窟圣鱼堂,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 2021年12月,龙门石窟凤仙寺大型保护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搭建脚手架6900平方米。 此次工程重点主要包括渗路水治理和危岩体加固工程。 即根据凤仙寺地质状况、壁气分布、渗路水并害发育程度等因素,对凤仙寺西壁、南壁、北壁和周边区域进行治理。 对凤仙寺壁面和周边山体危岩体采取加固措施,提高岩体的稳定性。 在实施过程中,龙门石窟研究院创新文物保护理念,联合多个院校和科研院所组成科研团队,将科研工作贯穿工程整个过程, 对凤仙寺展开了详细而全面的病害调查评估与科技考古工作。 同时,通过调查和检测分析,还取得了包括卢舍纳大佛等造像表面,金、银元素和琉璃眼珠等多个新发现。 以前,因为它位置也比较高,没有架子的情况下,可能就好像动作不能进行。 在龙门的其他洞窟发现,确实也有这个贴近的存在。 那么实际上,在丰仙寺确实是第一次发现。 因为琉璃是在唐代的时候,在大面积推广使用。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丰仙寺完工之后,它是贴近试银,有彩绘,有装彩。 7月19日,本次大修通过了洛阳市文物局组织的竣工初步验收,完成了凤仙四区域山顶,威劣凤丰土灌江,修缮古代排水沟。 增设滴水盐,加固较大微炎体,安装被动防护网等。 其间,科研团队运用多种高科技手段,对凤仙四群雕进行病害调查评估工作,为掌握病害发育程度及成因分析,提供了基础资料。 这个工程,我们就从一开始就是如丽薄冰,这是良心活,良心工程。 走到今天这一步,专家们也比较认可我们的,我们感到也就是欣慰。 下一步,我们还要把这个工程进行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好好的组结一下,以另一步的保护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